OK我们继续回来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构道函数呢建议有 然后这个这个runner函数呢 那么我们在里边加一点东西 比如说现在这是component的 我们先这样吧 我们先不加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这直接先显示一个东西出来 因为这不是显示买component吗 然后掉入这个component component在runner的时候 把东西runner出来 OK那么这样情况下呢 我们直接在这return 直接在这return的时候 我再现在说一点啊 return不能这么写 比如说有的人 这个比如希望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么写 h4 我们还是写hello row了吧 我们一会儿再往上加东西 -h4 好 能不能这么写 大家考虑一下 我跟你先刷一下啊 03啊 这是03的页面 这是02 这个干掉 好 这报错了 看看是什么错 是the the bov error occur in什么component 反正一对啊 搞上来一点 来看一下啊 上面也不管 invalid component invalid component nothing was returned from render 首先他告诉你 nothing is returned from render 为什么 为什么他说 什么都没有返回 因为什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要写成这样 看下来就行 看下来就出来了 那底下有一个问题 说你为什么在这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就可以 这个回车一下就不行 我们很多时候return啊 return跟其他语句不太一样 其他语句呢 一般是见到分号 或者那什么才可以 这个return这个地方 只要是后边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return 后边就不管了 后边不管以后 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你这个地方 他会返回空 而且这个地方还好 他你返回空 他给你报错 如果不报错的话 这个地方什么都画不出来 你才更郁闷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建议 就是return 返回的 的部分 一定用 括号 包裹起来 并且 左括号 和 return一行 这个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你这么做 就是说 首先我在这上一个括号 上一个分号 上完分号以后 然后在这个地方 打回车 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放这了 这样的话 你的代码呢 看起来也很 很优雅 同时来讲 刚才那个问题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防止 你在这 会出错的 那么以后 未来你打完return 直接打括号 然后回车 再回车里面去做东西 你再看 这次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他也是OK的 所以来讲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换行后 不要反过 推荐加这个 一个括号的过程 这个方式会让你变得很 很OK 那么现在你会发现说 你看哈 我们在这有一个APP 然后在这个挂载点上 我们把它挂载了一个mycomponent 我们挂完mycomponent 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我们在这定义的是mycomponent 然后他在定义mycomponent的时候 他再把mycomponent的替换成helloworld h4 我们下来下面看一下html标记 大家可以看吗 是这样的 理解了吧 那么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是组件 这就是整个组件的这个方式 然后呢 这个组件的方式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还可以试着去用一下这个JXX模板 我们试着用一下JSX的模板 它的模板怎么用呢 我们比如说在这 我们放一个 就是刚才我们说let的name name等于什么呢 就是隔壁王校长 好 然后leth等于什么 这个填着脸说一会儿 25 35都不止了 好 写一个25 那么写完这个25以后呢 那么底下的这个状态呢 我们这个东西就hello world 然后我们多多加一点东西 是I am 那么这个时候 我我这里是谁啊 我得把名字放上去吧 这就是模板对吧 name and and多少岁yearsold啊 把这个A这放在这对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不成 好吧 I am 隔壁王校长 I am and 25 years old OK 那么他现在这个东西就整个出来了 好 那么你在这出来以后呢 事实上来讲呢 我们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 一般的做法到后面 当然我们还没讲state 也没讲props 那么一个一般的做法就是变量 我们一般放在对象上 那变量放在对象上怎么放 变量放在对象上是第四 对吗 点 name吧 第四点name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到 上面来 然后呢 这个 第四点age等于25 好 那么这个底下的地方我们怎么做 这就变成我们把这行注释 能这么注释吗 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么注释 或者说我们把这三行都注释掉 我们重新来 第四点name和第四点age ok 好 那么现在不变 那么是ok的 而且事实上呢 我们还能有一种办法 这个办法呢 就是更像面向对象的程序了 就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get和set 使用get以及set的什么呀 使用get和set的方法 那get和set的方法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name 我们只对这个name做一下操作 我们只对name怎么做操作呢 在这个地方上 我们可以首先让这个name的下画线 等于它 我们用这个 这是一个内部变量 当然其实所谓的内部变量 外面也访问得到 这个js压根没有什么封装 只是我们假装 只是我们假装它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getname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function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return this.name ok 但是在外面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这么用 而且不用加括号 它就直接能返回 因为你有get这个属性 如果你要没有get的属性 你这个地方必须是name括号 而这个地方 它可以把它当作属性一样用 然后如果这set呢 我们再加一个呢 就是name 这是value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this.name 等于value 对吗 这个地方不用改 它是一样 所以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我大概给大家 把这个东西勾勒出来了 就是这些是一些要注意的点 而且是比较复杂的变化 我也能放在里面了 当然还有一些像state 像props这些 我们在明天的上午的课呢 再去给大家讲 那么在这里边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已经创建了 第一个react的组件出来 就是未来 我们是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创建组件的 那么这里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组件 写成这样 class extend 然后这个是constructor 然后render 然后底下呢 这个是这个东西 跟它的名字一模一样 然后common就能上去了 所有的组件 全都按这个思路来写